有时候一天上来工作好累了 回家可能不一定想看新闻 可是有时候又觉得 今天发生的事情不可以不知道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我蛮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用短短的时间 告诉我今天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让我可以放轻松一点的事